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吧 好吧 对这次我分享主题叫Learn Different 用人工智能老师改变英语学习 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朱小凡 大家叫我小凡就可以了 然后我是英语留意说的商业产品负责人 也就是目前我们 我们所谓的AI老师 或者说懂你英语这个产品的负责人 然后今天想跟大家主要分享一下 我们留意说在过去 这个三年的这个 时间里面做这个人工智能老师 然后一路 这个走来的一些这个感悟 好 先简单讲一下这个 介绍一下英语留意说 我不知道这个在群里面的用户 在群这边 这边微信群里面的小伙伴有多少是 这个留意说的用户啊 因为我刚才看到好像有同学说是我们的这个懂你英语的用户 对吧 我还挺开心的 对然后 我这边先简单介绍一下英语留意说 对吧 因为可能有些小伙伴可能不太了解 对然后 我们是一家这个叫做AI驱动的教育科技公司 对然后 然后 流利说呢 是在 2012年的9月份 创立的 所以我们当时创立的时候 正好是移动互联网的那波大潮 对 然后 然后 我们目前 在公司里面有一支业内相对比较领先的人工智能团队 然后我们自主研发了一个叫做人工智能的英语老师 基于深度学习技术 然后 我们希望为这个每个用户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课程 所以 对我们是一个就是AI驱动 AI家教育的一个科技公司 对吧 因为我知道这个群里面很多同学都是做AI相关的 所以我相信说 我在这个分享里面这个聊了一些AI 包括产品的一些过去的一些insights 能够给各位带来一些帮帮帮来一些帮助吧 好 然后 刘利说我们有一个app 就叫英语刘利说 对 然后这个logo就是这个长了黑黑绿绿的 对吧 这个非常有特色 我们目前的注册用户有接近一个亿 然后今年Q4过完以后 我相信应该肯定会突破一个亿 然后我们整齐我们的用户覆盖了170个国家 然后在中国的话大概覆盖了384个国家 4个城市 对 我们的这个产品 在2016年之前 大家可以看到说 我们认为我们产品有三大快功能 首先呢 我们是一个比较对吧 流行的一个实时的打分口语练习工具 然后其次我们给用户提供了一个线上语言的学习社区 然后第三点是我们整个APP内有相对比较丰富的各种口语学习的内容 这些内容都是我们的这个你可以认为是PGC吧 就是我们自己去这个内容的同学生产生产 然后具体产品这块我后面会再这个详细来聊 对 然后在2016年 我们推出了就是我们所谓的AI英语老师 对 也叫懂你英语 我相信群里边应该有一些可能是我们的用户 对 然后我们希望用这种方式呢 去给用户提供一些系统性的这个英语综合能力的提升方案 目前我们的整个这个AI老师的付费用户已经超过了这个百万 然后每个用户对吧 我们平均每个用户日均学习时长现在是超过一个小时的 对 其实我们看到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些用户每天学习真的非常努力 这是让我挺感动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在三年多前加入了刘里说 然后主要其实负责的就是这个AI英语老师 对 然后简单讲一下我们这个刘里说的模式 或者说我们对于语言学习或者说这个英语教育 我们的这个对模式上的一个认识 然后这个就这个事呢 我们后面可能会展开再详细聊一下 对这先给大家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认为整个语言学习 它的在行业上的发展有三种模式 对吧就1.0模式 2.0模式和3.0模式 然后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就是人工智能的这种老师的模式是3.0模式 而1.0模式呢是当时最早的时候我们传统的一些培训机构在线下去开学校 对吧 包含这个像类似之前新东方好未来 包含这个在一二线城市比较多的像音符英语啊 二级英语啊 这些都是线下开学校的这种模式 然后2.0模式呢是几年前包括到现在为止都比较火的一个模式 它做的是这个在线的外教真人直播 在这个可能几年前比较火的像这个Tutor ABC 包括这个51talk对吧 最近这个正在分口上呢是我们看到VIP Kid对吧 做的都是相对更加偏这个青少儿对吧 偏Kids的产品 这是2.0模式 然后我们认为我们的模式是3.0 那至于它为什么是3.0呢 我们后面会这个讲一下 好吧 然后 嗯 第一part 我后面的这个 呃 这个 这个 这个分享会分四个部分 然后第一个部分呢 想先简单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AI和互联网下半场 这两件事情 对因为我个人是一个非常关注整个宏观形势的一个人 然后我认为说整个行业包括大的这些 宏观形势其实会影响每个从业者 特别是产品经历的一些决策 然后人工智能和互联网下半场这个概念呢 其实在最近被提的比较多 然后我认为说 呃这两件事情其实都挺重要 啊所以想简单花一些时间稍微稍微聊一聊 因为呃我觉得刘利说这个模式和人工智能和整个互联网下半场这个概念 我认为是联系非常紧密的 对呃这里我引了一句话 就如果大家最近关注这个整个行业的话 会知道说其实像腾讯前段时间做一个组织架构的调整 然后对马化腾说一句话 叫互联网下半场属于产业互联网 啊这意味着说我们的整个呃互联网这个行业其实发生了在最近发生比较深刻的变化 对吧就是呃 我们知道互联网的上半场比较多的玩法叫做玩流量啊 啊当时不管是基于PC互联网还是移动互联网的那锅大潮 我们看到非常多的这个人他触网了 然后开始用上手机了 开始不断的把时间花在移动端的一些APP上 那在这个大潮里面出来非常多的这种对吧 叫流量型的巨头像BAT对吧都是玩流量的高手 嗯但是在这个最近这一两年对吧 我们看到说我们整个移动用户的这个增长已经触顶了 啊甚至整个中国它的整个宏观环境就我们整个人口 嗯应该是在最近这两年会触顶然后逐步的下滑 那就意味着其实我们在整个流量层面上能够获取到的这个红利越来越少 啊这是为什么说我们很多大佬都觉得说我们下一个对吧 这个后面十年的互联网它的机会是在于产业在产业互联网 对吧所以能看到说腾讯做了一些调整 而且如果大家关心其他比方说像头条的话最近 其实做了非常多的一些有关产业相关的一些新的产品 对吧包括像教育啊金融啊 都做了一些这个尝试 呃所以这些这个这个大公司的一些变化呢 我认为其实是深刻反映了我们整个这个互联网未来的一个现状 OK所以这个未来我们肯定是这个从纯流量型产品逐步的转移到就是我和各行各业去做比较深度的一个结合 那人工智能在所谓的互联网下半场中扮演的什么样的角色呢 对AI是这两年非常非常火的一个概念 对吧我们看到有非常多的公司 都号称自己是所谓的这个人工智能 对吧可能这个他的这个代码里面 随便加了一些这个Rewal Base的一些 对吧一些一些东西 他就说自己是AI公司了 这个概念非常火的 然后我相信在这大这波大潮里面也会有一些这些泡沫 对但是我非常坚信啊 就是AI这件事情会在未来十年的互联网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对我做这样一个类比啊 就过去的两次工业革命 对吧就是人类其实通过蒸汽机和电汽来取代人类的部分的体力劳动 而我们其实主要提升的是我们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生产效率 而这次人工智能的这波大潮 我们其实看到我们非常多的一些新的一些想法 我们通过AI来取代可以取代人类部分的一些脑力劳动 而往往这些东西影响的是我们第三产业的服务效率 对吧所以我们看到最近比较火的一些AI实际落地的一些应用 教育是一个对吧 然后有金融对吧 还有像出行包括安房等等 就这些这些行业 其实是被AI看到了非常多的一些一些新的一些产品 很有意思 然后对 那我想聊的是对于一个产品经理 对吧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互联网在下半场的一些一些变化 对吧就是产业互联网是未来 然后我们看到AI它会深刻地去改变各个产业 改变各个行业 那么我觉得产品经理在下半场 他的职责或者说他所需要的一些能力模型 跟上半场是会不太一样 对吧因为上半场我们知道很多产品经理 他最擅长的是这个做用户对吧 做用户端的产品做这个对吧 一些体验驱动的事情 他能把这个产品的体验做得非常好 打磨这些自己的这个产品和一些功能 但是在下半场我相信会有些不一样 然后我觉得有三个能力是比较重要 第一个点是叫做 我认为说未来的产品经理 他需要有产业思维 就是要知道这个行业里面在发生些什么事情 对然后第二点呢 是这个产品 未来的产品经理需要对技术的认识要更深刻 特别是对于人工智能 对吧对于人工智能 对于AI这件事情 它的能力的边界 它在什么时间点可能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这需要有一个预判 然后你才能去知道说你的产品 会往什么样的维度去迭代 然后第三点是商业化设计 因为我们知道下半场在流量红利 这个逐渐这个减弱以后 其实我们会更看重一些 也能直接产生现金融的产品 对所以一个产品经理 如果会有非常好的这个商业化设计的能力 我相信在未来是会比较有机会的 OK 然后 然后我想这次的分享呢 就是其实想借着这个流利说的 对吧这个AI老师这个 这个过去做的这个产品 然后来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流利说在整个产业上 在包括AI对产品的改变上 包括对于商业化上的一些思考 对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借着这个流利说这个案例 能够 对吧 这个收获一些就怎么去看产业 怎么去看AI 怎么去做一些商业化的设计 然后我觉得这个这个分享就达到我的目的了 OK 所以第二part我想聊的是这个产业思维 然后我们会聊一下整个教育行业 然后为什么流利说想要做这样的事情 对吧 我们到底在解决行业里面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对 所谓的产业思维呢 我认为说是有一个相对比较框架性的 这个对吧 思考框架的 我认为大概有那么几个点 对这个其实我相信对于很多之前的一些公司的 对吧 这个老板或者说像投资人 他会比较习惯于通过这个方式去看一些问题 然后我相信说 或者说我觉得 未来对于产品经理这个行当 也是需要有这样的能力的 大概我觉得有这么四点 第一个点是对于产业本质的洞察 就这个产业到底是怎么回事 它的最核心呢 对吧 这个我们叫这个第一性原理 对吧 first principle是什么 然后第二呢 是我们要知道这个行业里面的痛点 对吧 它的用户端的痛点 商业上的这个问题 第三呢 是我们要知道行业里面现存的这些竞品 它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样的 他们为什么这样这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 才看到我们自己的这个 对吧 才看到这个机会和我们自己解决方案的一些分析 对 所以基本上任何一个行业 我认为都可以通过类似的方式去做一些提炼 然后回到这个流利说这个 这个案例 大家知道我们其实做的是语言学习这件事情 对吧 或者更具体 其实说白了就是学英语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学英语或者说语言学习 它的最本质的核心是什么呢 就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 就是学英语或者说语言学习这件事情 它到底是一个技能还是一个知识 就是你学英语 你认为学英语这件事情是一个技能还是知识 对这件事情的认识会决定后面的很多事情 然后我这边写的叫Practice makes perfect 对吧 这个 所以 这个答案是比较明显的就是 对于我们而言 我们认为学英语是一个技能 那么什么东西是技能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就技能就是 比方说小时候学自行车或者学游泳 对吧 就是你可以这个 这个是需要你不断去练习的 对吧 就算你在书本上或者在网上 看各种各样的教程 告诉你说啊 这个游泳 它的这个肌肉应该怎么运作 你怎么游游的比较快 对吧 你把这些一本书都看下来 但是把你一脚踢到水里面 你不会游还是不会游 这个就是技能 就不是你通过去做一些这个思考和阅读 就能掌握的 它一定要通过你自己的不断的训练 你才能获得的 对吧 很多人学游泳根本就没有人教 对吧 就自个儿这个摸索摸索的就会了 对吧 这就是技能 而知识是什么呢 知识是那种 你通过 对吧 比方说这个老师教授 然后通过这个自个儿看书 对吧 你就能这个掌握的一些这个知识性的一些概念 那这个就是知识 它其实它和技能是不太一样 而语言英语这件事情 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技能 而你真正要能做到 和其 对吧 和这个其他人能够比较流利的去用口语去表达 一定是需要训练 需要练习 需要你不断的开口去说 这个是我们对语言学习的本质的认识 这个事情其实挺朴素的 对吧 说起来是个非常非常朴素的这么一个道理 可能 这个 呃 我 讲这个东西以后非常的浅显 但是大家会看到说我们后面的整个 产品的逻辑 整个商业的逻辑 其实都是基于对这件事情的认识而产生的 OK 好 然后 然后我们看一下目前的这个行业中有什么样的问题 对吧 首先是整个公立教育体系 对吧 就是各位可能反正大家都经历过都走过这一次走过这一遭 对吧 就是从这个小学开始一直学到学英语学到大学 可能都学了有十几年 但我们整个这个公立体系呢 它把英语就是一个技能培训 但是把它当成知识来教 对吧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自己小时候学英语是怎么学的 就是基本上老师都是让你先背担词 然后开始教你语法点 讲了很多语法点以后 你就开始做这个选择期 填空期 顽形填空 等等等等 在整个教学的过程里面 其实是没有任何口语的练习 对吧 你学会的都是一些单词和一些语法知识 这个最后造成的情况就是我们发现说 最后 从整个公立教育体系里面出来的这些 中国人大量的发生了 发生了这个哑巴英语的这个情况 就很多人他可能可以做阅读 但是你让他做听说 他就不太行了 对吧 听力就差一点了 对吧 再做口语这个就更是这个 没有任何流利度可言 所以这是公立体系里面出现的问题 那为了 对吧 这个解决一些口语的这个 对吧 提升的问题 我们整个市场上其实出了非常多的一些明办的语培机构 线下的包括应付华尔街 线上的包括前面提到过的 像这个51talk 包括Twitter ABC 他们解决方案都是找真人老师来培练 然后 这个模式的问题在于 对吧 第一就是非常贵 就如果有同学在线下机构培训过的话 会发现说 这个基本上这课都是这个几万块钱 至少五位数朝上吧 对吧 2万到4万是市面上比较常见的一个范畴 然后第二呢 是这个明办的语培机构 它的整个商业模式是一个叫做健身房模式 对吧 因为教育是一个提前付费的 就是你这4万块钱或者2万块钱已经交出去了 然后他开始给你上课 对吧 对于这个培训机构来讲 其实你付了钱 然后你不去上课 对他而言 他的利益是最大化的 对吧 因为他不用付出老师成本 这个就跟健身房 你办了会员卡 但是对吧 你从来不去健身 是一样道理 那这种的商业模式呢 一定会导致就是 这些机构他不重视 这个学员的用户体验 对吧 因为他其实也不指望你来 你不来 他也能赚钱 他赚更多钱 所以我们认为这种模式 这是evil 对吧 就是是不健康的 对 然后前面说的这个痛点 对吧 我们提炼一下 其实真正的 语言或者说 或者说英语培训行业最核心的矛盾 其实就一个 就提炼成一句话 就是我们稀缺的优质老师资源 和庞大的英语学习需求之间的这个矛盾 它的这个gap太大了 对吧 好的老师 我们看到说在一些三四线城市 你去找一个发音比较标准的英语老师都是很难的 对吧 但是全国是有可能接近四个亿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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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是有学英语的需求 对吧 这就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gap一个矛盾 那这个我们行业里面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对吧 就怎么解决怎么缓解这个实资力量不足的这个问题呢 对吧 就回到这个最早我们说的这三个模式 对吧 这个线下的这个1.0模式 对吧 线上的这个2.0模式和这个对吧 我们未来想探讨的这个3.0模式 就1.0模式呢 它的做法是什么 它的做法是在线下开越来非常多的这个学校 对吧 在不同的地区开不同的这个学校 然后 它把整个老师培训的 就培养老师的这个流程 用套相对比较标准化的方式来 来实现 对吧 它有比较标准化的这个流水线的生产老师的方式 就是你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毕业生 对吧 然后当你把你招进来 然后在这个公司里面去给你做培训 培训你出去以后 就是一个可以去上课的这个老师了 他们把老师的这个成长这件事情 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来做 然后2.0模式呢 它其实解决了什么呢 它其实不解决老师培训的问题 对吧 它跟1.0相比 其实它的区 这个区别点在于它解决了就是老师的可处达性的问题 对吧 它通过这个网络的方式可以让一个在这个北美的一个劳外 来给一个中国人上 来来来上上课 对吧 来这个和你这个一对一一变英语 所以它是解决了一个我们叫做这个触达性的问题 对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1.0模式 对吧 提高老师的培训效率 2.0模式是解决老师这个物理上和学生触达的问题 那这两种模式呢 在我们看来 本质它都是叫做human teacher based 就都是还是基于真人老师 它只是在这个真人老师的这个 这个对吧 这个运营上面 不断的去提升这个运营效率 对吧 但它本质还是基于真人的 那对于所有的这个不管是1.0还是2.5 只要你用真人老师 它就一定会有出现这么一个问题 叫做规模不经济 对吧 就是我们想象一个很小的一个小机构 它里面有运作那么几个老师 OK 可能这几个老师都是非常优秀的老师 当这个机构开始扩张开始成长 它从几个变成几十个几百个 甚至要到上千个的时候 对吧 因为这个需求量太大 它一定会把自己的招聘门槛逐步的降低 不然它招不到那么多人 对吧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你人多了以后 你的培训和管理的成本都会越来越高 最后会导致你老师的这个平均的这个performance下降 对吧 所以就是这是一个非常这个难以两全的 就是一方面你要元素要往上增长 另外一方面你又能保证说你的这个整体的运营效率和包括老师的这个质量保持维持住 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说整个教育行业 其实你很难找到这个垄断的机构 对吧 我们看到说这个像互联网啊 就是一个非常能规模而且经济的这个行业 对吧 所以BATA这些它都能做得很大 它能形成垄断 但是在整个教育行业 我们最牛逼的中国最牛逼的两家教育公司 新工方好未来 对吧 他们在整个教育这个市场里面所占有的这个市场占有率 其实非常非常小 两家加起来可能都不能超过5% 对 这是因为我们依赖于真人所产生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对 所以 对吧 就是我们从这个逻辑 从语言学习是个技能到一路推演到现在 其实我们 对吧 就流利说 其实我们在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真人英语老师在多大程度上 可以被互联网的这个产品所产品化 就是我用一个线上的产品 可以去解决真人英语老师他解决的这个问题 对吧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而我们的所有的这个产品的迭代 包括我们AI技术的这个发展都是在尝试去解答这个问题 这个也是我们后面所有的这个事情呢 对吧 就是这个这个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所以 所以 在这个 这个第三部分 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是怎么通过AI来改变这个传统的语言学习 对吧 我怎么用AI老师来帮助用户提高 那这个AI或者说这个人工智能老师他的能力的边界在什么地方 他会像什么样的情况发展 他能不能真的对吧 超过一个真人英语老师 这是第三part我们想尝试回答的一个问题 对 对 在这个 呃 讲AI老师之前先讲一个叫做互联网流量型产品的爆发 往往来来自于单点突破 对吧 因为在 我知道我们知道这个流利说这个app其实是上线了有这个六年的时间 然后我们在这个呃 这个第三年的时候推出了我们的这个就2016年的时候推出AI老师 在之前呢我们整体上是一个免费的学习工具 然后这个学习工具我觉得可以跟大家稍微详细的去来讲一下 就是我们当时为什么流利说能 对吧 做一个免费工具做那么的相对还是比较大的一个这个用户量 其实我们就做了一件事情 叫做我们做了一个实实口语的打扮工具 呃 我们对吧 就这个这个功能feature 是如果是我们的用户的话应该会非常的熟悉 对 其实说起来很简单 就是这个实现的功能就是我给你一段英文的句子 然后这个用户就照着这句句子读 他读完以后我们的这个算法能给这个这句句子做一个 最后的打分一个评分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产品截图上面对吧 就是如果你读的好的这个单词是一个绿的对吧 然后红呢就是你这个单词读的发音非常有问题的对吧 黑的是这种读的比较一般的 其实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情 然后我们后续所有的这个功能呢 其实对吧 就在AI老师之前 我们所有的这些功能 其实都是基于这个语音识别 或者说基于这个口语打分的 对 然后这件事情我们来想想就是这个 本质上它到底解决 就这个功能到底解决一个什么问题 对吧 其实解决一个非常小的一个 就是我们很多人读英语 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发音发的到底准不准 对吧 当我们没有产品来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们可能需要找一个发音比较好的老师 或者找个发音比较好的这个朋友来给我们说 对吧 比方说我说了一句英文 你告诉我说我这个英语 这段英语发音哪里发的准或者不准 对 对 然后 嗯 但是呢 对吧 这个很显然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对用户来讲 这个操作是非常麻烦的 因为你不可能没讲一句话 你都找了朋友说 哎呀我这句话到底读的好或者不好 对吧 所以当我们在2012年上线的第一款产品 去把这个问题去解决以后 我们发现整个产品出现了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 这个从这个当时这个 对吧 这个13年产品上线到这个16年到我们AI老师正式发布之前 其实我们没有做特别多的对吧 市场上的一些推广 但是我们的用户的增长速度一直都还比较不错 对吧所以基于这个功能 后面我们把这个你要读的这个内容对吧 做了一个补充对吧 我们整个话题覆盖了日常的生活啊商务啊 职场旅游对吧各个场景 然后这个玩法也增加了一些 同时呢我们给我们的用户去提供了一个这个线上语言的学习社区 对吧因为学习嘛是需要有一些应用的氛围 对吧大家一起学哎你才觉得这个这个学起来带劲对吧 所以这个是我们整个流利说在AI老师发布之前做的事情 那这件事情呢我觉得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insight 就是当我们用产品和技术对吧 其实这里面的产品就是红绿打分这个产品 然后这个背后几层的技术是我们这个语音识别 在这两件事情上我们在整个行业里面相对来讲做的是最好的 对吧就这么一个很小的 一个产品上的突破为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这个用户 他们把我们的app当成一个练习口语的一个工具 那所以有了这个insight以后 我们其实就在思考下面一件事情 对吧因为这个给在整个语言学习在整个英语学习里面 你去练发音这件事情是里面相对比较小的一个问题 对吧 它离真正的你把一个人从不会英语到他变成能够流利的和其他人 对吧去做交流 这个其实是有的还是还是差蛮多的 所以就是我们能不能有一款这个产品去系统的去解决 这个用户英语学习的一个需求呢 对吧就是能真的帮你去综合能力的 提升 对吧 所以这是我们这次来思考的是 就我们是不是能够打造一款对吧 基于这个产品基于AI的这个老师 我们通过这款移动产品来系统的帮用户提升英语 这是后面这个对吧 就是我们这个AI老师诞生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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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提点 然后当我们想到说这个AI老师这款产品 那他这款产品他到底去具有哪些核心要素呢 对吧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先把这件事情想清楚 我们认为呢一款非常好的一个教育产品 对吧 这个他需要有三个核心要素 第一个叫内容 所有的这个教育的产品内容都是非常核心的 对吧很多人在讲这个AI讲技术对吧 讲产品但其实真正好的教育产品 它的内容它的整个这个内容的体系的好坏 它的质量好坏 就直接决定了你这个产品的体验 对然后对吧 就像小时候我们上的英语课 你用了这本教材好不好 就很决定你最后学习的这个质量 所以内容是这里面第一个我们要考虑的 也是非常核心的一个点 然后第二个是AI AI这件事情呢就是前面我们说了 就是红绿打分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一个AI能力的一个比较初步的体现 那么AI能力能不能超过红绿打分 去实现更多的 对吧一些一些能力去对吧 特别是我们一些真人老师所拥有的一些能力的 这个是第二个问题 对吧如果我们的AI能力能不断的演化 那总有一天 我的这个AI老师他的 对吧他的这个教学的效果 他的教学的体验是可以逐步的去接近真人老师 然后第三个是产品 对吧因为光有内容光有AI 它其实没有载体 而产品是这个东西的载体 你这个产品怎么设计 你怎么把内容和你的算法能力做很好的结合 是这件事情面真正相对非常比较复杂的一件事情 对吧也是这件事情里面比较核心的 所以产品是第三个核心点 OK好 然后 先来聊一下整个AI老师这个内容 对吧我们一向一向来 就是我们认为说呢 这个AI老师的内容生产是个憋大招的过程 这是我们内部的这个对吧 当时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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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知 对吧就是它是个憋大招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 一款能够帮助用户从零基础 到提升到它成为一个对吧 不同的这个水平我应该教这个学生什么东西 对吧 这里面可能会包含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语法点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场景等等 它是非常体系化的 然后语言这个东西呢 在 就是在这个 其实在学术上是有个比较公认的一套这个标准 我们叫做这个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标准 简称欧标 对吧 他这个把一个人从完全不会这门语言 对吧 他这个等级叫A1 然后一直到这个C2 对吧 C2就是Native Speaker 就是这个母语 他把这个都分得非常清楚 然后我们当时做AI老师做他的内容设计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参考了整个欧标 对吧 当时我们把我们的这个课程总共分了八个等级 然后每个等级呢 其实都和这个欧标有个映射 对吧 其实所有的很多考试包括托普啊 雅思啊 他都和欧标是有的映射 对 但是大家要理解到说这个 对这套内容体系它是非常复杂 而且是这个内容量是非常多的 对吧 这个给大家一个概念 就当时我们在0 在16年刚发布 这个AI老师的时候 其实我们只完成了这八个等级里面的前三个 就反正这前三个完了我们就决定 先把这东西发上去试一试 不然因为我们实在再也等不了了 对吧 当时我们这个AI里面的这个内容里面包含了一些什么东西 包含了这个大量的手绘插画 对吧 因为大家如果学过懂你的话 应该知道我们懂你里面 它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插画 来让你和这个对吧 比方说他教你一个单词 Apple 他会给你画一张苹果的一个插画 当时是有超过6000张的这个手绘插画 这个工作量非常大 然后有22000多句的这个美语言音的录制 就这个整个课程里面你听到的那些 那个 那些这个老外讲的这些原因 都是我们当时找美国最顶级的这个波音员 一句一句录出来的 每句录一句都很贵 对吧 然后整个有这个36000多道这个真奇测试 对吧 就每道题目 当时我们是我们这个当时教研的同事 一道题一道题的去编写出来 而这个只是当时这个三个level的内容 而我们整个有八个那个八个等级 对 所以 内容生产量非常大 对吧 然后整个内容体系的准备 其实是以 就在这个产品正式上上线前啊 其实是以年尾单位来记的 所以对吧 这个就是回到刚才说的那句话 就是整个内容生产是一个憋大招的过程 而且这个产品的投入 从资源上的投入 产品上的投入来看 你可以理解它其实跟传统互联网所讲究的那些小步迭代 讲的这个对吧 这个小步快跑 其实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这个产品 在上线之前 你其实要投入非常多的人力和物力 去准备这么一个东西 而在当时在16年的时候 其实整个市面上是没有一款移动产品 是在做这个事情 而当时刘一说决定来投入 这是我认为当时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决策 而且对吧 这个投入极其巨大 对 然后当我们有这些足够的内容以后 我们要了解 我们要理解就AI老师 或者说我们AI的能力它的边界在哪 对吧 或者说它应该 应该往哪些方向去发展 就应该发展哪些这个能力 对吧 AI的能力 让我们整个学习体验变得更好 更接近真人 这个其实取决于 就是我们对AI老师这件事情的终局的思考 就是作为一个产品经理 你要去想的是 假设说 我从用户的角度 一个最牛逼的一个英语老师 他体验非常良好 他应该是什么样子 对吧 就首先这个他应该是 我可以24小时随 随到 对吧 然后他的整个知识储备是非常的 这个专业非常的丰富 然后他可以为我 这个去个性化的去定制我一些计划 对吧 然后随时能陪我来练习 对 所以在我们内部呢 我们会对整个AI老师 或者说对这个老师这个能力 去做一些这个不同维度的一些抽象 举一些例子 比方说我们认为说一个好的这个AI老师 他一定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呢 一个能力叫评测 就是 我是一个学生 我跟这个老师聊一段时间 对吧 他可以给我出一些试题 或者他可以用英语跟我聊一聊 然后他就应该知道 我这个学生 英语能力到底好或者不好 有些什么问题 我的这个听说读写分别的这个强项弱项在哪里 对吧 这个是一个老师所需要的有的能力 然后第二呢 作为一个老师他应该能帮我去做规划 对吧 比方说我现在可能是个level3的用户 然后我希望我要在多少时间里面提升到 比方说我要到这个level6 那然后我可能比较喜欢这个对吧 我可能口语相对弱一点 然后是个上班族对吧 是比较想聊一些商务的东西 那他应该会给我规划比较适合我的内容 和学习路径 然后让我去学 第三点呢 是假设我在整个学习过程里面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吧 因为学习嘛 他一定是这个 这个 会 肯定是有不懂的 对吧 不可能是一帆分顺的 当一个用户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这个老师要能够给 这个学员讲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情 对吧 比方说你这个 对吧 这句话没读好 到底是哪里没读好 然后你最近的学习习惯 好 是不是不太好 对吧 这个 是不是你应该多听一些这个原因 或者你应该多这个开口去录音 对吧 所以这是讲解的 然后另外一块比较重要呢 是叫做陪练 就是要能跟这个老师随时随地的去练习 对吧 因为我们前面说了 语言学习是一个skill 是一个技能 你必须要花费时间去练习 你才能进步 对吧 任何跟你讲说这个英语 学习啊 只要看几个东西 或者给你一些小的trick 对吧 一些小技巧你就能提升了 这些都是骗人的 对吧 你 唯一能够让你真正掌握一定是要练 所以AI老师一定要具备你陪练的能力 然后我们看到呢 其实我们的整个 产品 包括我们的这个AI 它其实在不同的能力维度上 它的目前的发展的情况是不一样 对吧 比方说评测 我相信很多同学可能在我们的这个APP里边 做过我们的这个英语水平能力测试 对吧 我不能说这个测试是百分之百精准 因为大家只要知道 只要是测试 它就一定是个sample 只要是sample 在统计上 就一定可能会有这个outlier 就是可能会有误差的 对吧 但是目前我们看下来 就overall它整体的这个表现 还是比较比较稳定的 对吧 所以在评测这块呢 其实相对来讲 我们认为我们的这个算法的能力还ok 还不错 对吧 然后在规划层面上呢 现在相对可能还没有那么强 对吧 就是我们现在可能是根据一些内容啊 一些 对吧 你的这个整个学习进度 我可以大概知道说 你按照这个学习进度 每天学到分钟 然后学大概多久 以后你能提升到大概什么样水平 对吧 但是还没有特别的这个 对吧 这个还不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规划 然后讲解这块呢 现阶段也还没那么强 对吧 也还没那么强 就是每个lesson学完以后 其实我们会给你一些 你之前错题的一些反馈 对吧 然后给你一些建议 你应该怎么怎么学 但整体上来讲 我认为目前的产品 在整个讲解上面还没有把知识点讲的那么细 对吧 很多用户其实反而反馈 会觉得说这个 对吧 这个这个这个 其实就是提错了 他就不懂为什么错 然后在陪练上呢 现阶段 其实我们有 对吧 很多的这种提醒 来帮助用户 开口来练习 然后这些提醒呢 其实是在不断的一些演化的 比方说我们最近上的一些功能 就是就右边这张图啊 就是他能做到什么呢 就是你讲一句比较长的句句子 对吧 然后这些比较长的句句子里边 你可能有某一个部分 某一个这个我们叫语块 他可能你可能讲的不是很好 他的流利度或者你的发音有问题 然后我们AI老师会识别出来 他会把这个语块给切出来 然后让你去专门练你这个 学的不好的这个部分 对吧 等你把这个你不好的部分练完以后 然后再你再重新回去练那句 比较长的这个句子 像这种这个能力的迭代呢 他其实会帮助这个学员 帮助我们用户去提升他的学习效率 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我们的整个AI能力呢 首先他在不同的维度上 他的发展这个对吧 发展程度其实不一样 有些可能相对现在比较完善一点 有些可能还不够完善 但是根据我们的判断呢 是我们认为说这些 就我这边写的这几个能力 包括评测啊规划讲解培电啊 都是可以随着技术的演化 随着产品的迭代 可以逐渐变得非常接近 一个真实的这个真人老师 甚至去超越真人老师 OK 然后另外有一句叫做这个 Do what it takes 这是一句我比较喜欢的话 对吧 就是前面聊的就是这些能力 都是我们认为说我们的AI老师 能够逐渐去对吧 这个这个进步 或者说他比较容易的 相对容易的能够去这个 赶超真人老师的这么一些能力 但是老师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些功能 他或者说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作用 他其实是不那么学术了 就不是那么 不是他就不属于这种硬技能 比方说什么呢 举个例子 比方说激励 或者说监督 这两个这个对吧 这个这个这个功能 其实是比较软性的 或者说我们叫软性的吧 因为很多你去去激励一些学员 需要对这个学员 对吧 对他的这个生活 对他各个方方面 要比较了解 他需要他有很多人性的成分在里面 他是有那种有温度感的东西 那这些事情呢 我们目前认为是靠 这个相对比较冰冷的 这个算法 对吧 靠一个纯线上的产品去很难去取代的 或者说很难去实现这样的这个功能 对吧 我们认为说相对之前我提到了这些 呃 比较硬的一些学术能力 我觉得我们的AI老师是很有希望 能够在这个未来这个 超越或者说逼近这个真人老师的 但再到这些温度感 这些人性层面上 这些作用 那 AI老师可能就没有那么 对吧 就没有那么擅长 这是为什么说我们的整个AI老师 在当时设计的时候 会有这个叫做微信社群 都学这么一个服务 对吧 就大家如果买过这个我们懂你英语 或者买过AI老师的话 就是买完以后 他会把大家拉到一个微信群里 然后我们会有个班主任 天天催大家学 对吧 然后可以在群里面活跃一下这个学习的这个氛围 这个是在产品和这个AI层面上我们认为说还不那么容易被实现的 在这个阶段我们就用人工的方式去实现它 然后最后这边再聊到对吧 因为前面聊了这个内容的生产 聊到了我们的这个这个AI的技术 对吧 包括我们AI能力的发展 然后最后这一点我想聊一下我们整个学习产品 我想说呢 这个我们做一款有效果的学习产品 是这个目前我看到的最难做的互联网产品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在挑战人性 对吧 就很多人说这个学习是一个违反人性的一个一件事 对这个我其实是比较同意的 就是因为这个你要让自己变得更好 你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 其实就意味着你要去克服很多 这个你说磨难也好痛苦也好 你需要去坚持 对吧 你需要这个这个百折不挠 而这些东西都跟最人最本性的那些东西是相反的 对吧 就人对本性的比较懒惰啊 这个对吧 容易放弃啊 这个贪婪 贪嗔痴 这个是 这个是人的这个贪嗔痴是叫做人的本性 而其实我们很多的互联网产品 它利用的是人的这些弱点 它人性中的这些弱点 对吧 最近张晓龙不是说这个吐槽这个这个这个抖音 对吧 说是这个你们这欺骗用户嘛 对吧 让用户误以为生活很美好 对吧 对 但实际上这个大部分的这种产品都是这样 它都是以让用户爽为最核心目标的 而学习产品恰恰不能这样 就是你让用户非常非常爽 天天觉得自己学了很多 但实际上他也没付出什么 这种产品通常我们叫安慰剂 就它不会有效果 而如果你要有 这款学习产品要有效果 这个用户就要付出 就要投入 他就要坚持 他就要摆折不挠 那这个在产品设计上的挑战是非常大的 因为你在逆着这个人性走 对吧 那怎么办呢 这个其实也不完全是叫做是个死局 对吧 就是也有一个解法叫做 在我们行业里边 我们叫这个东西叫游戏化 对吧 叫gamification 就是 在很多的这个教育产品的设计里边 它会去利用一些游戏里边的一些机制 去帮助用户更好的坚持 对吧 这个是这个 现在教育行里面 这个或者说 其实一直这个 说的比较多的一个东西 对吧 就好像他把一颗原来非常苦的药 它包了一层相对比较甜的一个糖衣 给你吃下去 对吧 这样很多用户他可能感觉就会好一些 那里面有哪些核心点呢 我认为有这么几个 就第一个是这个叫做目标 你要给你的用户一个非常清晰 而且简单的目标 就用户理解不了你整个课程设计 背后他的复杂的一些什么理论基础啊 对吧 你精心设计各种产品的机制啊 就这些东西他们不会去看的 你其实只要给这个用户非常简单的一个目标 比方说 我们在有一次做了一个改版对吧 我们其实就把整个这个AI老师的入口里面上面加了一个东西 叫做每日你要学30分钟 然后这个上面对吧 就是每天这个你打开的时候上面会告诉你今天已经学习多少分钟 就做了这么简单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会发现说 这个产品做上去 对用户的整个学习行为 它的变化影响比较明显 你就明显的看到说很多用户 他开始这个对吧 他的学习时长变长了 他每天就要去追着30分钟 对吧 到后面我们其实还做了更强的 我们把这个每天学30分钟还做了打卡 对吧 这个就变成很多用户每天非常有仪式感的这么一件事情 就我每天一定要学到这个时间 对吧 学不到这个时间我就不睡觉 对吧 这个所以给目标感非常重要 第二件事情呢 是叫做反馈 我们看到就反馈下面这个图呢 是我们的一个学习数据的一个图 对吧 这也是我们AI老师一个比较强的地方 就是因为你讲的每句话 你说的你练的每个东西 都是在这个对吧 就是我们的这个数据里面可以能抓到的 所以我其实可以精确的知道你今天学的怎么样 对吧 然后你的对吧 我们知道会给一个学习效率的数值 告诉你说你最近学习效率怎么样 然后你最近学习的时间怎么样 然后你的技能水平有没有成长 就这些东西给用户及时的反馈 就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学了一件事情 你就要给他反馈 你要告诉他好或者不好 对吧 这样的话他就会有动力 他就会不断的去调整他自己的一些 学习的一些行为 然后第三点呢叫成就感 成就感就是说白了 就是你要多鼓励用户 因为学习这件事情真的很痛苦 对吧 就成长这件事情 一个人的成长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所以你在时不时的用户只要做的有那么一点 这个还不错 你就一定要鼓励 对吧 就一定要让他觉得啊 这个自己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对吧 实际上我认为这些事情确实他们很了不起 就很多用户在我们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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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app上学习每天坚持学两三个小时有非常多的人 然后他们能坚持每天都打卡 然后坚持这个几百天 就这样的学员还在我这看到非常多 对吧 你要在这么漫长的过程里面不断的去给他们鼓励 让他们感到自己有学对吧 有成就 然后这个第四点呢 是叫做缓解挫败 就因为学习的过程里面 他一定会有坎 他一定会有在一些阶段他过不去 对吧 所以你要在用户挫败的时候给他一个初步 对吧 就我们看到说我们在产品里面 其实做了一个叫错题集的一个功能 简单来讲就是你在我们正常的课里面去做练习的时候 然后会有这个你的这个一些口语的错题 他会自动帮你收入进这个错题集里面 然后你平时你就可以这个专门在这个错题集里面去练你那些之前不会的 等你练的差不多了以后 然后你再去回到这个正式的课里面去把原来的这个没过的关卡给过了 这个就是能帮助大家这个帮助我们的学员在他受到挫败的时候 能给他一个解决方案 给他提供的解决方案 而不是说我把这个用户丢在那 对吧 他过不去他就死命刷 刷了半天还是刷不过 那这样的话这个用户是没有办法在你的这个产品里面留存的 OK 好 对所以前面讲了整个AI老师的这个对吧 这个内容的设计 讲了他们的这个对吧 AI算法 AI能力的一些这个演化 然后讲到了我们学习产品一些设计的一些tricks 然后第四趴呢我想聊一下 就整体上我们整个AI老师的商业化的设计 就是对吧 我们现在有这么一个产品 我们怎么来 对吧 把它这个这个 变成这个收入 对吧 怎么做商业 这件事情也挺有意思的 所有的产品 就是消费者端呢 对吧 特别是用户端的这些产品 商业产品 它的商业化 总都有一个第一个问题 叫这个原问题 就是从零到一 是一个产品的市场定位的问题 就是你这个产品在整个市场上它的位置是什么 对吧 就用户为什么要买你这个产品 而不买其他的竞品 就是任何的商业产品 都需要去解释一个问题 所以当时我们在这个我们AI老师上线 快上线之前 我们其实在设计它整个商业化体系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张画布 大家可以看到说 对吧 这个是两个坐标轴 就是我们扫了这个市面上所有的一些这个语言学 对吧 学英语的一些解决方案 给他们做了一个分类 对吧 我们这个横轴是从价格低到价格高 然后纵轴叫做非系统到系统课 对吧 这个什么是系统课 就前面说了就是我们的整个内容 它是有这个循序渐进的 有阶梯式的这种提升 对吧 这是叫做系统课程 然后非系统课呢 就是有点类似于 OK 对这个时间快 其实我这边也快差不多快结束了 对 然后非系统课呢 就是 这个 像类似于之前刘一说免费的这个部分 对吧 它的内容其实不成体系的 然后我们看到整个行业里面对吧 有这个这个这个玩家都列了一下 对吧 从这个价格低的到价格高了 然后从非系统的到系统 然后我们看到基本上集中在第一项型和第三项型 对吧 就要么你这个产品是价格非常贵 但是它的课程比较系统 要么就是它比较便宜 它可能是个免费产品 但是它的整个内容体系是不系统 所以当时我们面临的选择是我们这个AI老师上线以后 我到底应该把这个对吧 这个产品打包在或者放在什么位置 对吧 一种解法呢是放在第一项线 对吧 就是我可以把我的这个AI的课程 然后我再打包一些这个人工的真人服务 然后做一个混合的一个一款课程 然后它在第一项线 它也可以定价定的比较高 同时它当然也是一款相对比较系统的课 然后另外一种定法呢是它可以放在一个价格比较低的地方 对吧 那我就只是提供一个这个接近于产品的 就纯产品这么一种模式 当时面临了这么两种选择 对吧 然后我们想了一下 分析了一下这个事情 它其实是一个存量市场和增量市场之间的这个比拼 对吧 因为这个第一个项线其实是一个存量市场 就是我们已经有成熟的玩家在这个市场里面玩了 而且这个他们的模式都非常成熟 然后这个第二项线呢 对吧 虽然我们也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但是这个这个市场之前是没人玩的 对吧 它是一个蓝海 但是它到底用户有没有多大有多大的需求 它的市场规模是未知的 它的商业模式成不成立呢 现在也不知道 对吧 而存量市场它的这个缺点是 它是个红海对吧 就一个是红海一个是蓝海 但一个是相对确定性高一些 一个是相对确定性非常低 所以这个时候就面临了决策 那么我们到底是应该选择哪个 选择哪种定价 对吧 就如果你是当时的这个这个这个流利说 对吧 你会怎么选择 我选择一个已知的 还是选择一个未知的市场 然后这个问题的答案呢 其实当时我们有点鸡贼 对 其实我们两个都选了 对吧 这是一个很tough的一个decision 所以我们就决定两个都做 所以当时其实我们是有做过一个价格高的一个产品 它会相对这个服务比较重一些 人力成本比较高一些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呃 今天我们看到比较这个流行的对吧 我们叫做99块钱的一个版本 啊 我们当时做的这两个东西 同时放到这个市场上去试 然后最后跑下来的结果呢 其实大家也看到吧 就是我们最终胜出的产品是 这个产品 就是当时我们的定价是在这个100块钱左右吧 一个月 那这个定价呢 比市面上所有的这种做系统这个课程 它都要便宜一个数量级 对吧 因为当时所有的课在一年基本上都是几万块上万呢 但我们这边能定到一个月99 这就是完全不一样一个新的一个蓝海市场 而最终 我们两个不同的这个课 对吧 定价的课程跑下以后 我们发现最后胜出的就是这个99元 OK 然后 现在回过头来看到呢 看到我们所有的付费用户里面 其实有超过80%的用户 他首次为英语学习付费 呃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把整个语言学习的市场去做大了 对吧 就一边有一个很大的 这个把原来根本不付钱的这个用户变成了一个付钱的这个用户 然后 呃 对吧 前面讲了从0到1的问题 后面简单讲一下 就从1到100 就是当我们有一个产品有一个市场定位 我们后面怎么开始做增长 这个其实我相信 呃 现在外边提西边有非常多的讲增长黑客的这些课 然后 呃 在这边我其实只想讲就分享一个点 就是 所有的用户增长 对吧 是我们在做件什么样事情呢 我们是在寻找或者创造一个合适的场景 来激发并满足的用户需求 呃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我后面举个例子 可能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就是我们其实在流利说 对吧 大家能理解在AI老师推出之前 它其实是个免费的一个这个用户的工具 对吧 他们注册完以后他就在那免费完 那我们有了AI老师以后 我们就会考虑他的整个转化路径 有两种方式我放在这儿 一开始是你注册完以后 我就直接给你推一个叫课程购买页 你就去买课吧 对吧 还有另外一种呢 是当你注册完以后 我会给你推一个英语能力测试 你先测一下自己的英语水平 然后测完能力以后呢 你开始去设置自己的一些学习目标 然后我再告诉你说 我给你一个解决方案是什么样 就这是两种不同的这个转化路径 区别点在于什么 区别点在于后者我其实创造了一个场景 这个场景叫做英语能力测试 对吧就你注册完以后 对于很多用户来讲 我想知道我自己的英语水平到底怎么样 就做测试是一个相对比较顺的一个场景 然后当你做完测试以后 对吧 然后你发现自己能力上的这个缺陷 或者说不足 这个时候我再告诉你应该怎么解决 对吧 然后我们再往这个转化去去导 这就是我创造的一种场景 然后我在这个场景之下去满足用户的转化需求 那我们从实际的数据上看到说 就后者其实比前者的这个转化效率要高非常多 对吧 所以我们看到说 这个就是我们的当时的整个评测 对吧 就是看到说我们测完以后告诉你的结果 然后你会看到说你的不同维度的能力 到底是好或者差 然后完了以后我会给你这个定制一个学习计划 对吧 你想要怎么提升 然后提升到多少 对吧 最后我再给你一个解决方案 那这个是通过能力评测激发用户的一个学习需求 然后另外一个这个增长点呢 就是很多人会讲说我们通过就是对吧 通过好友口味通过用户的推荐来持续获得用户增长 然后我们这个对于这个流利说我们其实比较擅长 或者说我们做的比较多的事比方说一个是打卡 对吧 我们希望我们的用户能够每天去打卡 然后把这个打卡分享到朋友圈 那这件事情呢也是要顺着用户的场景去做的 对吧 就我们这个打卡比方说右边这个 呃我们其实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迭代了非常多的样式 最后发现这种样式的效率是最高的 就是我们这个打卡里面会就每天的打卡 他比方说今天学的这个earth 对吧就地球这个单词 然后在今天打卡里面你可能会看到有关这个地球这个单词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小的这个tips 然后这个时候呢用户觉得会很有比较有意思 对吧然后他也会相对比较愿意去把这个事情分享出去 然后对于那些在朋友圈里面或者在这个对吧看到的看到这些打卡图片的人来讲呢就也不会觉得这个东西特别无聊 对吧因为这里面是有一些对他有益的 而且我觉得还是有点小小逼格的这么一些小的这个知识 对吧那这种你创造了这种对吧获取知识的这个对吧分享和获取知识场景的这个对吧这个这个这个情况下我们就看到他的分享率会变得更高 然后你会看到会越来越多的用户去做分享这件事情 同时他其实是在不断的帮我们推荐我们整个产品 OK 好今天这些就是我这个分享的最主要的内容 然后时间差不多应该是一个小一个小时吧 然后简单总结一下 嗯就是主要讲了四个部分啊 第一部分跟大家简单聊一下就是AI和互联网下半场整个大类趋势 然后在未来我认为说PM的对吧就产品经理有三大能力 对吧第一个你要懂产业第二个是懂技术第三个是懂增长或者说懂商业 然后在这个之下呢就是我们后面三趴分别聊了第一个是聊的对吧 以教育产业为例子对吧我们聊的整个语言学习的本质 就是这个行业的一些问题然后过去的解决方案以及AI在里面的一些机会 就我们为什么对吧流利说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切进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这个接下来呢我们聊的就是用AI怎么去改变语言学习 对吧我们讲了整个内容生产 然后讲了整个AI能力的它的不断迭代以及整个学习产品的一些设计 它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一些点 然后最后我们聊了整个AI老师的商业化 对吧其中其实是有两个比较大的这个部分的 一个是怎么做市场定位 第二个是我认为所有的用户增长都是需要在一个合适的场景下 对吧你没有场景你要想办法给用户创造一个场景 这样你的整个增长的效率才是最高的 OK这个是所有的总结 然后对最后呢这个最近我看到一句话对吧 就最近那个这个行业里面那个莫拜CEO对吧 胡薇薇那个卸任 然后里面他其实我看新闻稿里面有句话我非常喜欢 这句话叫做 The best journey answers the question that in the beginning you didn't even think to ask 就这句话是我挺有感触的我看到 因为当时我们做在三年多前 其实我们开始做AI老师之前 对吧这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旅程 然后在整个这个产品发展的旅程里面 其实我们是在不断的碰到问题 很多问题其实在你做这个产品之处根本没有想到 对吧但是在这个旅程里面你发现了这些问题 然后你找到了他的这些问题的答案 然后这个过程是让我觉得做产品 或者说做一个产品经理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也是让我觉得整个对吧 产品工作里面能充满这个激情的地方 所以对所以最后也希望说对吧 这个在做这个所有的这些产品的小伙伴 未来也可以有这个属于你自己的旅程 好谢谢 然后我这边的分享今天就到这边 然后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有问题 我这边看到一个问题 他问题是这样的是问说在流利说前期投入巨大时间 人力成本研发前三个等级的课程 上线后有没有发现哪些重大问题是内容 研发是没预料到的需要回头重新大改内容 对这个实际上我认为说就我们当时上线以后呢 内容里边是存在一些问题 但没有叫做重大问题 然后你需要去重头重新写的 这是当时是不存在的 这个也和我们当时寻找的这个就写内容的这个同事 相对非常权威有关系 就如果大家能关注就是关注流利说的一些发展历程的话 你可以知道我们的AI老师的最早的内容 是一个叫做Lance的这个老爷爷写的 对然后他是我个人非常敬佩的一个这个老先生 对然后他在语言学习这个行业里面 做了有几十年的时间吧 最早他是伯克利学物理的 但后来反而觉得自己对语言学习有兴趣 然后就一直在研究 就怎么应该学英语对吧 怎么应该学语言 然后这个对当时这个以某种机缘巧合吧 他来这个刘一说这边做整个内容的一些这个内容顾问 所以我们的整个内容是有相对比较权威的这个同事来把控的 然后这一点呢我也想说就是 就是对于特别对于学习产品 因为内容是重中之重 所以在各位去找团队 拉团队来做整个这个课程的体系设计的时候 这个内容负责人是尤其至关重要的 就你不能找错人 就找错人的话很有可能对吧 你最后这个写出来的或者说你忙活了半天 他最后的效果可能不进入人意 对当然这个对于内容本身对吧做一些迭代这个是有的 对吧就是我们的内容谁也不可能每一开始就写出最完美的东西 但在内容层面上的一些小修小补 这些是难免的 而且呢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们这个AI老师或者说基于产品化的方式来迭代内容是比是比这种线下传统方式更高效的 因为什么因为我有数据就是我可以知道每一道题目这个用户都是在怎么回应呢 对吧他的正确且错误情况是什么样的 我可以知道我每道题目出了好或者不好 对吧同时我的整个内容的迭代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 对吧我只要更新一次产品我立马我所有用户就全都更新掉了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们线上产品相比于传统的教学方式有了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目前在线教育的AI场景应用主要有两个教学内容和教学场景 感觉目前流利说还是以内容为主之后会有针对场景的发展吗 对其实我我的看法是未来一定是会有这个针对一些场景 其实或者这么讲吧 就是我觉得流利说的免费的产品他其实比较场景化的对吧 就他会告诉你说比方说你这个有个什么点咖啡怎么点对吧 然后出去旅行怎么对吧说些什么东西 他这种免费的我们免费的内容相对他都是以场景为这个核心来设计 然后至于我们的AI老师他之所以是以现在目前这种形式呢 跟我们所采用的这个语言学习的理念有关系 对吧就是他的这个理念这个在学术上我们叫RHR对吧 叫层级认知地归理论 所以这个决定了他的内容体系的设计 他并不是以场景为核心来设计 对但是我觉得未来我们不排除我们会做一些这种这个针对于场景 特别是像商务啊旅行啊这样的这个课程 因为这些我认为是用户需求 而且也是这个那我觉得整体上符合整个所有这个课程的这个这个SKO的排布的逻辑的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叫做目前刘宇说的班主还是非常重人力和重运营的模式 未来会用AI逐步替代或减轻这部分人力吗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回答肯定是啊 就是因为我前面有讲一句嘛 对吧就那句话叫Do what it takes 就是在现在这个阶段你AI有些功 对吧就还没有那么完善的时候 有些地方是需要去人力去补 然后实际上在我们AI能力逐步的去这个演化或者提升以后 这个我们是非常希望说能在这个人力上把整个人的这部分给给降低 对吧因为我们本质的本质就是我们这个模式核心的核心的优势就是 我是我们认为我们的这个scalability比较好 对吧就是因为这个相对人力没有传统的师资培训那么重 那对于班主任这个我们也希望通过AI来帮助他们不断的提升他们的工作效率 对吧实际上我们在我们的整个微信社群里面其实做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产品工具 对吧去帮助这个我们的班主任提高他帮用户比方说揪音啊对吧 做这些工作的这个效率对吧 所以在未来我相信说我们的整个这个就把人力或者说这些班主任的运营效率是会不断的随着技术的演化而提升的 然后还有个问题说有没有对外国人推出中文流利说的计划啊 这个目前还没有对目前还没有说我们要做中文流利说 对这个 虽然可能未来这是一个市场对吧 但现在我觉得我们可能还没有想的特别清楚 还有一个问题是您觉得AI时代下的教育行业是技术驱动还是服务先行呢 这是一个很还蛮大的问题而且挺挺tricky的 我是这么看吧 我是这么看的 我觉得首先呢教育行业到目前为止它本质还是个服务行业 就是你对于你的用户是需要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体验呢 对吧就你的服务体验是需要好的 对吧如果不管你的服务是真人服务还是你是个产品 对吧因为你的这个体验不好 用户是不会留下来学的 所以这个是我认为的本质 就是如果说我们要做一款有效果的学习产品 我们要想明白这个效果等于什么 对吧我们认为说效果等于学习效率乘以这个用户的学习时间 那你的这个产品如果你的服务和体验不行的话 这些用户的学习时间它是不会长的 它不会在你这儿留存 即使你这个产品的效率 学习效率做的再牛逼也没有用 所以我认为说整个这个叫做服务或者说体验 它其实是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然后第二呢是关于技术 就是如果说我们希望说我未来这个学习产品的学习效率足够的高 那我相信就是我们通过 我们一定是能叫做通过AR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吧就是我AR的能力越强 然后我的技术越强 我最后才能做出这个最好的这个AI老师 然后才能对吧这个实现最高效的这个学习方式 所以我不认为说这两件事情是对吧 是一定要取舍一个的关系 这两件事情在我看来都是必要的 就如果说你的就您想做的这个产品 它是一个有效果的学习产品的话 那这两项我认为都是非常必要的 就是你两手都要抓都要硬 好然后这个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那我们这次的这个分享就先到这里 好吧谢谢大家 还有吗 还有吗 上面不是还有脸 还有什么 嗯 我这没看到 嗯 你等一会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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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还有两个问题啊 一个是说这个目前流利说 这个请全职班主任的人力成本占运支出多大比例 嗯 嗯 这个目前不太方便分享啊 对这个反正 嗯 现在我们是一家这个美股上市公司嘛 就如果你需要去看一些比较具体的这个有关 对吧 就整个商业里面这个营收包括成本啊这些 对吧 运营支出你可以去看我们的财报 对这里面财报里面相对来讲会有一些这个都是审计过的一些数据 好吧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说可以分享一下流利说对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的思考和实践经验吗 用户一段时间不学习评分效率评分就会降低这种惩罚会不会导致用户一旦分数降低到一定程度就自暴自弃 呃 对这个也是个对挺 叫做yes and no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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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吧 因为我觉得呃这个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对实际上我们是那么看吧就是我们认为说所有的反应 啊就就我们认为说那个呃 学习产品 他一定要有这个呃一定是要有这个反馈的 而且呃 对而且是要给这个用户负向的这个就叫做惩罚的这个反馈的 因为你不告诉他说你没做的你做的不好 啊很多时候他会不知道 对吧所以你看到说我们在这个呃整个呃学习产品对吧 比方说他每天如果你学习不到30分钟然后你退出的话我们其实会给你提示告诉你也不好意思你今天卡可能没把 对吧然后很多用户其实非常care这个东西就是这些叫做惩罚的措施呢 或者说对吧一些负面的这些反馈其实能够帮助用更多的这个去做留存这个一定是有这个一定是有帮助的但是至于说你说这个负向基地它做到什么程度 对吧就是很重要就是这个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而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就是你这个负向基地你到底做的多强 比方说你这个负向基地你的产品设置是哎他今天一天不学然后你直接把它账号关掉了对吧或者直接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惩罚那他当然就不来了对吧因为他感受到了挫败 但是你是要告诉他你做的不好对吧只是说在这个负向的反馈里边你要拿捏好这个尺度 只要你这个尺度没有问题的话整体上我认为不会对你的留存有太大的这个负面效应